由上海光达影视出品发行 何润东 宋茜 贤子等主演的都市情感荔枝剧 《美丽的秘密》日前在深圳热拍 3月29日剧主开发媒体唐邦 当天拍摄的是何润东饰演的光毅 被宋茜饰演的江美丽收留回家 和美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方的场景 对 这种今天这是我妈最拿手的红烧狮子头 也是我最喜欢吃的 一定要吃的 谢谢 好吃的 我别客气啊 这场戏中 手上裹着纱布 脸上贴着创可贴的何润东 平静又绅士的吃饭 旁边的宋茜则使恶害羞的和父母对话 使恶暴力的提妹妹 片场画面温馨又有趣 居心 在《美丽的秘密》中 何润东饰演一位娱乐制作总监 和宋茜的角色会有不少亲热戏 不过谈到当天为何以受伤造型出现时 何润东解释道 曾经上综艺节目那过中文门的宋茜 一直都被外界说起台词功底一般 但是当天下午的戏分中 宋茜台词说得很溜 没有NG 宋茜在现场和记者分享自己练习台词的小秘密 可能是因为我在韩国待的时间长了 因为韩语发音和中文发音用的 就是力度 就是用的地方不一样 发音的地方 所以在就是在韩国待久了以后 回来的时候 我会就是别人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 说中文的时候就不够清楚 不够清晰 然后发音也会特别的 后面会使劲 所以就前一天晚上就要做足了功课 要不然第二天就会瓢舌头 就有咬的舌头 除了大方回应中文门事件 宋茜对于前段时间 把她推上风口浪尖的公主 并闯言也毫不避讳地回应 她先是感谢大家 说她是公主 至于有没有过不开心 宋茜表示还好 可能有些剪辑拍摄之类的问题 不同的人看事情都有不同的角度 她说我也是一个人 我不能完全否认 我不任性 我不矫情 因为我也是一个女孩嘛 那是娱乐深圳报道 更多精彩内容 下载乐视视频 移动客户端